去年我的读导员就给我很大的帮忙 我就觉得很感激他 所以我就希望就在回来这个声音里面再帮助一下我的学弟妹 121121121 这里跟大家建立其他的感情我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这个声音里面很有意义 我在声音里面就学到这个坚持坚毅的那个性格 很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们刚来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不适应这里的生活 因为部队的生活是比较有规律的而且要求会比较严格 但是我感觉两天以后吧他们慢慢的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甚至可以说是已经喜欢了这种生活 包括每天六点钟起床啊 然后一日生活制度等等这些 从他们入营连衣服啊碗从来没有洗过 到离营的时候他们都可以亲力亲为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 也让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请请请请请请请 打算到海不尽充当 主要目的其实首先第一个希望能够 让他们了解解解放军 了解驻香港部队 然后第二个也是为了加深我们和香港的孩子们 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近一点 然后走的时候其实我挺不舍的 我感觉他们就像自己的亲弟弟亲妹妹一样的 李丁 向左转 江湖们 天堂智慧 难道真正做不有了 不知想你敢较量 为祖国建神江城 江湖们 接神江城 下 下